阿富汗新政权宣布中共是他们的通行政 白宫作出回应 美军支援阿富汗装备疑似现身伊朗 日本首相江换人 菅义伟宣布不参选自民党总裁 朝鲜暴风军团陷入实物困境开启抢劫模式 加州退休金系统为中共国企投资30亿美元 偷窃无人机技术 中国非法并购意大利军工企业6人被捕 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希望之声TV环球看点 我是王静怡 今天是9月3号星期五 我们来关注下面一组消息 阿富汗新政权是世界上众所周知的极端组织 在夺取政权后 急切地想获得国际社会的承认 路透社报道 中共外交部部长助理吴江浩 9月3号与塔利班驻多哈政治办事处副主任哈纳菲通电话后 阿塔极端组织的口气就硬了起来 公开宣称中共是他们走向全球市场的通行证 美国白宫当天回应 中共没有能力让塔利班进入国际市场 阿塔发言人扎比乌拉穆加西德在接受意大利 共和国报采访时毫不避讳地说 中共是他们最重要的伙伴 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机会 因为中共愿意投资 在外国军队撤出阿富汗 阿塔接管后将主要依靠来自中共的资金 他们还高度地重视中共的一带一路项目 强调阿富汗有丰富的铜资源 中共将利用这些铜矿 为阿富汗开辟一条通往全球市场的通道 对此白宫发言人撒基9月2号回应表示 中共没有能力让塔利班进入国际市场 中共与塔利班之间的联系 也不会削弱美国在阿富汗事务上的影响力 撒基强调 华盛顿持有阿富汗政府 存放在纽约联邦储备局的冻结资金 也拥有允许任何组织进入全球市场的影响力 而中共将不得不考虑在这个时刻 他们想在世界范围内被视为什么角色 在最近几周 外国军队离开喀布尔机场之后 西方国家已经严格地限制了对阿富汗的援助款项 而迫切需要资金的塔利班 也不太可能迅速地获得阿富汗中央银行 在国外持有大约100亿美元的资产 包括华盛顿目前冻结的阿富汗政府近95亿美元的储备 以及国际货币组织已经切断的对阿富汗的资金援助 也就是原定发放的近5亿美元 彭博社稍早前分析指出 美国仍有孤立塔利班政府的能力 也能阻止大部分公司在阿富汗开展业务 而塔利班若想恢复资金援助 就需要让阿富汗人和外国人可以顺利撤离 并与当地军阀进行谈判 避免下一场内战以及一系列的侵犯人权的行为 一个沙特的新闻网站9月2号报道 最近几天在伊朗发现了有美国政府 在过去20年里资助给阿富汗军队的军事装备 也就是美军的先进装备 报道说社交媒体上分享的图片显示 9月1号在伊朗发现了几辆疑似是在塔利班接管之前 属于阿富汗军队的美国军用装甲车 另外在推特上分享的一些图片显示 属于伊朗军队的卡车在连接中心城市萨姆南 和首都德黑兰东南部城市的加姆萨尔的高速公路上 在运送据称是从阿富汗运来的美国汉马车 伊朗和阿富汗之间有900公里长的边界 阿富汗前国防部长比斯米拉·穆罕默迪 在9月1号通过他的个人推特账户分享了一些图片 他没有明确说明这些图片的来源 但是他在贴文中写道 坏邻居伊朗阿富汗的糟糕日子不会永远持续下去 同样是这家沙特媒体表示 无法独立验证这些图像的真实性 而伊朗方面也没有对这些图片发表评论 美国从2002年以来 为阿富汗政府军提供了830亿美元的先进武器和军事装备 在拜登主导的8月份大撤军中 大部分都落到了极端组织手里 人们除了担心极端组织得到了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和军事装备外 还担心阿塔组织会出售这些装备 发横财 而中共也会趁机获得美国先进的军事装备 并从中研究出所含有的先进技术 然后危害美国 日本首相菅义伟9月3日上午 在出席自民党召开的党高层会议时 突然宣布 为专心防治疫情扩大的工作 无意参加9月29日的党总裁选举 这意味着菅义伟将在9月底任期满后 卸下首相一职 菅义伟的这一决定震惊了政坛 也牵动了未来日本政局的变化与发展 会议结束后 自民党秘书长二杰俊博表示 是今天上午才听到菅义伟表示不出马参选 他也感到很震惊 在被问及菅义伟是否有推荐接班人选时 二杰表示没有 观察人士研究判断 可能是疫情防疫不利受到外界批评 导致菅义伟内阁的支持幅度大将 再加上提出要改组党内高层 如干事长二杰俊博等人士 招致党内反弹 最后不得不放弃连任之路 日本独卖新闻报道称 就目前来看 自民党总裁菅义伟推出总裁选举后 自民党前政务调查会长岸田文雄 已经表态参选 前总务大臣高士早苗也有意投入 另外还没有表态的 全国知名度很高的前干事长长石破锚 日本行政改革担当大臣河野太郎等人 是否参与角逐成为关注的焦点 北朝鲜目前正面临着严重的粮食短缺 不守在中朝边境的暴风军团 也就是朝鲜军队的第十一军团 处境艰难 陷入了食物困境 不得不选择自食欺利 但方式不同寻常 他们不仅抢劫私人住宅 连当局机构的食品仓库也不放过 据韩国媒体《朝鲜日报》8月31日报道 朝鲜的粮食供应不足正在造成很多问题 暴风军团在管理和约束上越来越松懈 被称为暴风军团的第十一军团 由六万特种兵组成 包括海空特种兵 航空陆战团和侦察团等 他们均受过超越人类极限的高强度训练 每天都会进行三小时以上的 一对三至十五人的训练 并进行三千次以上的射击训练 暴风军团的主要任务 是以轻装迅速潜入韩国前后方 完成破坏主要设施和扰乱后方等 同时正在不断地加强特殊作战能力 闲境北道的一位消息人士透露 暴风军团分到了食物 但随着在边境停留的时间越长 他们得到的食物的质量就变得越差 他们不像边方军那样 与中国商人有联系 所以他们抢劫平民 而现在他们甚至在抢劫国家机构的后勤部门 如果部队和平民之间的关系良好 他们可以从当地人那里得到帮助 但这种关系被大大的破坏了 消息人士解释说 而且他们没有副业 所以如果食物供应不足 他们只能靠自己来解决 他们最终转向了抢劫国家机构 消息人士说 不久前 暴风军团的三名士兵闯入朝鲜国家安全部 在咸镜北道惠宁市的地方分部 抢劫食品仓库 在被巡逻的工作人员发现后 他们当场被抓 后来被开除了军级 他们的营长 政治指导员和安全指导员 全部被卸直 整个营在8月中旬被撤走 被另一个营取代 当地以走私为生的边境居民 对暴风军团非常敌视 并将目前的困境归咎于他们 暴风军团却抱怨说 他们甚至不能从人民那里得到一碗水 据最新公布的加州公共养老金系统 2020年投资报告显示 掌管着4000亿公共资产的 加州公共养老金系统 2020年总共为中国国企 投资了30亿美元 其中包括7家 据称在为中共的一带一路 注入资金的中共国企 投资金额超过4.9亿美元 还为中共招商局的港口控股有限公司 投资了370万美元 为中信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了1.1亿美元 还包括14家因与中共军方有关 被前政府列上黑名单的中共国企 投资超过4.5亿美元 福克斯新闻网9月2号报道质疑 加州纽森政府是否遵守了川普总统 禁止为这种公司注入资金的行政令 正在参加加州州长选举的 圣地亚哥前市长福尔科纳 随后发表一份声明 表示这个报告令加州民众更加无法信任州长纽森 纽森在2018年当选为加州州长 而在2011年到2018年之前 他一直出任加州副州长 今年的9月14日 加州将进行罢免州长纽森的特别选举 意大利警方9月2号表示 有两家中国国企为了获取生产军用无人机的相关技术 涉嫌非法并购一家意大利军工企业 这起案件由意大利金融警察负责调查 他们在突击检查一家专门为北约生产军用无人机的公司时 发现这家公司已经被拥有两家中国国企背景的一家香港公司非法收购 并且准备将技术转移到中国无锡的一个人工智能中心 涉及此项并购交易的6名经理 包括3名中国人和3名意大利人目前已经被逮捕 警方透露细节说 他们的团队在中国意大利两国开展合作活动 其中一架意大利生产的军用无人机 在2019年出口到上海的贸易博览会 而在报告意大利当局的海关文件中 被描述为无线电控制的模型飞机 意大利警方表示 并购双方并没有遵守法律规定报告给意大利政府 而且并购行动除了窃取意大利的技术 还准备将生产转移 而根据意大利的法律规定 是禁止或限制向外国投资者出售战略资产的 根据安沙通讯社的报道 这家被调查的意大利公司 先前已经因涉嫌向伊朗出售无人机的武器 而受到税务警察的调查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见